中国他现在去压迫这些国家 把我们台湾人一定要改成中国籍或无国籍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国人的权益 随着中国跨境的镇压 他要惩治台独分子 他的这种长臂的管辖 越加的有这个压迫性 我们要在外交上捍卫我们国人的权益 在你上任之前 吴部长其实有答应过我们 因为我们有旅居丹麦的国人 被标记为中国公民的问题 我当时有请他给予说 我们到底国人会有什么生活的影响 希望提交给我们报告 但目前这个报告其实还没有给我们 第二个事情是 我在当时其实有请外交部去盘点 哪些国家把我国居留证 标记为中国或无国籍的统计资料 但我们现在收到外交部的资料 坦白说内容我们有点失望 我们现在看到外交部提供的资料里面 只有12个国家将我国的居留 标记为中国或无国籍 就我们所知明明冰倒 其实在2016的时候 也把我们台湾人的居留证标记为中国籍 可是在外交部上面的资料 却没有看到冰倒 所以我们其实有一点怀疑 现在这个外交部提供的盘点的资料 是不是足够的完整 其实也要求外交部去盘点 如果各国将我国的居留证 标记为中国跟无国籍的时候 可能对我们自己的国人 会产生的生活影响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 都被外交部标记为无具体影响 说实话我真的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假设别的国家把我们自己的侨民标注为中国籍 或者是无国籍 对他的生活 对他的情境毫无具体影响 我真的不相信 可是我们看到你们说无具体影响 我自己感觉 外交部是不是对于这个问题 这个严肃的问题不够重视 所以不止资料的盘点 也包括这些相关的分析的资料 都有未尽之处 这部分还是希望 林部长是不是可以再回去再督导一下 把这件事给弄清楚 因为这时候有很多我们自己在其他国家遇到类似问题 他都跟我们反映 觉得好像我们部分的住处 在协助他们的时候不够积极 因为随着中国对这个跨境的镇压 还有对于所谓的惩治台独分子 对 他的这种所谓长臂的管辖等等 越加的有这个压迫性 我们当然要对于涉及到这些可能有国籍意涵的 我们要在外交上捍卫我们国人的权 没错 因为中国他现在去压迫这些国家 把我们台湾人一定要改成中国籍或无国籍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而且其实非常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国人的权益 对因为他有风险 对 但外交部现在都跟我说 外交部现在报告都说 没有听说国人生活受影响 我们要了解这个趋势 因为有可能会 因为中共的 我想这部分就再请林部长再回去再督导一下好不好 我希望能够改善好不好 这部分谢谢 谢谢